蟻狗是浙江省清田苑的人 虽然出身汗味,但因为他懂得做生意 所以他慢慢博有聚触,成为当地的财主 他自幼没有了爸爸 他早年的时候,妈妈为了生活 逼着去那些富友人家做奴博 才能含身如虎,把他养大成人 道理来说,蟻狗现在生活得这么富裕 应该知道他孝顺他妈妈的 去报答他妈妈的心恩 但因为他娶了一个鱼花似玉的娇妻 而这位娇妻对于他的奶奶一点都看不起 认为他是奴博出身,极为低賤 而蟻狗听他的太太每天都在耳边哆哆哆地说 他也不觉得他妈妈对他有个心恩 竟然把母亲视为眼中钉 夫妻而言认为他本来是做奴博的材料 不如不用请人,叫他去做这些奴博工作 家里所有打掃、煮饭、清洁 全部大大小小的家庭锁匙 都是由这位白发瘡瘡的老太太做的 而蟻狗夫妇就享受着很安乐的生活 有日蟻狗家里准备宴客 刚刚天光无几内 蟻狗夫妇还是躺在床上不肯起床 但是蟻狗就在床里大声地叫 叫他旁边睡觉的妈妈 快点起床呀快点起床呀 今天要请你还不起床 很大声地叫 而且声音里面很生气的 喝灵了 可怜老太太刚刚睡到 真是很梦荒甜的时候 忽然被儿子大声地喝醒 哎 只是湖一雏一碗熏沉沉的碎眼 牚着皮沓的身体 就躲起床 到厨房那里去溯鸡煮饭了 突然间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狂风大作 跟着傾盘大雨 而附近山上那块大石 竟然在狂风暴雨中裂开了 而塌了到危狗的睡房上 在屋顶上,刹时间,屋顶就坏了,而伪狗夫妇就被巨石砸死了。 伪狗的妈妈因为当时在厨房煮饭,所以僥倖安然无恙。 鄰居的人,我都认为伪狗夫妇是不孝的报应,证明了因果的可畏。 这个故事是取材感应篇里面的。